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十名能够把电话拨通的人 接下来王良所要买的具有波段性质的潜力的股票 王良会亲自来打电话告诉你们 来亲自告诉各位要怎么买 要买多少张 而且还会把股票的一个题材 同时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相信这样子你才能够买得很笃定 这样子你才能够抱到一个大波段 那么这一波有一档股票 王良曾经节节电话抓起来卡 电话抓起来说 告诉会员你们下去买 买哪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曾经在上个礼拜出现压回 而且拉回的幅度还蛮大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 是哪一档股票对不对 因为在股票拉回的时候 王良告诉过各位 这档股票我还要再买 这档股票就是在今天拉到涨停板 锁起来还创新高的达卖 今天的达卖涨到了68块3 今天的达卖创下了波段新高 那么当王良要通知会员买股票的时候 当王良股票买完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了什么 王良告诉各位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针对新的主流下去做 我们应该要买进的是新苹果的概念股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们这一波错过了达卖 达卖涨停板 错过了玉邦 很多人上个礼拜之前 也看到王良带会员买玉邦 玉邦今天也涨停板 没有关系 下一档股票 王良开放10个名额 我会亲自打电话来通知你们 请大家看下去 王良当时要买达卖 跟大家说过 你们看到这一波加联益大涨 那么从加联益的软板 王良跟大家延伸到同伯基板 然后就是PI 对不对 然后王良告诉各位 我要全力买进3645的达卖 其实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如果你别的股票都不做 你只做一档达卖 我跟各位说 不管唐琴如何震浪 你绝对是这一个波段 能够赚到最多钱的人 对不对 如果你不相信 我证明给你看 我在买达卖那一天 我打了好多的电话 而且让所有买到的人全部都赚钱 而且那一天达卖 买完之后就涨停满 然后又涨停满 然后他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 接下来还是涨停满 涨到了65.3 那么再来涨到68 涨到68.2之后 曾经股票压回了 上个礼拜是打卖的股票压回 王良告诉过各位 我还要再买 我从来不担心他的压回 对不对 因为王良知道 在明年的第一季 这个PI还是会大缺 这个PI还是会涨价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该怎么买股票 要不要利用跌下来的时候 再多买一点 结果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达卖先涨回到65 今天涨到了68.3 涨停满创新高 其实两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 我请问各位 今天是12月4号 你们在11月22号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王良告诉各位说 我带会员去买达卖 而且是重压 那为什么是大买 为什么是重压 我跟各位说 因为这个叫做 起涨的第一根 王良认为 重压股票 其实不只是看题材 如果一档股票 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例如这几天的康控 我问各位 如果你这两天 才受到市场情绪的感染 才下去买进 600块的康控的话 你现在一定是 不发抑郁内心矛盾 对不对 所以重压股票 不是只要看题材 还要去看股票的位置 我能跟大家说过 我们不用追高 也能够买到好股票 对不对 我带会员买玉邦 带会员去买这个达卖 或者是之前所买的合金 包括尼克森 你们在节目中所看到的 都是起涨的第一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点 你是能够重压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去衡量这个风险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究竟接下来他有没有空间 请大家看下去 达麦 王娘在带会员买完之后 立刻拉出了一根涨停板 接下来呢 两根涨停板 然后呢 创新高 创新高留了上影线 我跟各位说 只要股票不涨 只要留上影线 只要K线收黑 达麦 电话的胆 有什么 老师 今天达卖好像不够强 对不对 今天达涨停板 好像没锁住 我跟你说 王娘告诉会员 一张都不要卖 到今天为止 我一样 一张都没有抠出 你们再看下去 接着呢 达卖的股票呢 是不是又涨停板 接着呢 是不是又创新高 那整理个一天 整理个两天的拉回 我呢 在节目当中呢 讲得轻轻的楚楚 对不对 告诉过各位 我还要再买 结果达麦又从60 涨到65 然后从65 今天涨到68块3 而且创下了波乱新高 今天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 并不是达麦 在今天涨停板 我知道很多人 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就是 每天的涨停板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各位 你们要追求的是 每天涨停板 还是呢 还是你买完了股票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结果这个波段 达麦出现了 四根的涨停板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知道每天都有人在追 每天都有人在锁 对不对 可是你接下来 不会过得比较好 你接下来也不会赚的比较多 但是如果在低档去买股票 我跟各位讲 就算我买完的那一天 达麦没有涨停板 我一样会在节目当中 开一开心心的介绍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底部起涨的第一根 所以如果你们错过了达麦 我跟大家讲 我知道很多人 对这个行情不信任 我知道很多人 你想要赚钱 可是你又不敢中压 对不对 可是你们在之前都看到 我娘的尼克森 看到我娘的合金 看到今天也是涨停板的玉邦 还有呢 涨停板的达麦 所以我跟大家讲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我娘会开放十个名额 在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是前十个名额 而且你能够办好手续 接下来我娘所要做的 能够从底部起涨的第一根 能够从底部起涨 而且具有潜力的股票 我娘会亲自打电话 通知你们下去买 那么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来分析这个大盘 虽然今天大盘涨了50点 对不对 今天起50点 其实我知道 很多人心里面 还是怎样 余悸有存 为什么 因为在上个礼拜四 大盘跌了153点 所以就算今天涨50点 其实也没办法消除 大家心里面的恐惧 大家心里面的疑虑 对不对 因为大家随时都在担心 这个盘会崩 随时在担心 这个盘会反转 那为什么大盘跌到10495的时候 那时候档案也跌下来 我娘告诉你 我还要再买 为什么大盘跌下来之后 我娘还要做多 我相信 这是很多人 没办法了解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娘在今天 我要利用节目 把我心里面的想法 做一个呈现 我希望能够号召 更多的投资朋友 加入我们的操作行列 加入这一波的多头 这个盘来到了1万点 真的很多人觉得这里是高点 对不对 真的很多人害怕 大盘随时会反转 随时会走空 甚至于随时会崩盘 所以只要市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我跟各位说 卖压就来了 可是我请问各位 结果呢 结果有多少支 你曾经卖掉的股票 后来创新高 一定有很多人看完节目 买过尼克森 买过合金 买过玉邦 买过达麦 对不对 可是有几个人 能够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娘在1万0600点 就算是1万0600点 我娘还是要做多 我跟各位说 你要去了解 到底这个市场 它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在什么样的状态 你才需要保守 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你根本呢 什么都不用担心 应该完完全全的 放开来做 而且我娘会用科学 会用数字来证明 来说服大家 请大家看下去 接下来我娘要全力推动的 是大波段的操作计划 我跟大家讲 大家心里面最大的阴影在哪里 其实不是1万点 是在2007年的9859点 对不对 大家都很担心 历史会不会重演 所以这个阴影 其实已经深深的烙印在 很多人的心里面 或者根本就成为 操作上的DNA了 对不对 所以每天都来 行情会不会像 9859一样崩盘 像9859一样反转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那个时候我娘在做什么 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当时在9859点的时候 上市加上柜的融资余额是多少 上市加上柜的融资余额是5568亿 我们先不要去管指数 当年我娘的做法 在融资余额5568亿的时候 有没有保护到很多人 有没有帮助到很多投资朋友 甚至于让我的会员赚了大钱 那个时候是5568亿 你才需要担心 你才需要害怕 为什么 因为当时整个市场的散户 已经陷入了一种 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 只有在这种时候 行情才会产生一个 大幅度的反转 不是只是高点 有的时候每一个低点 不管是2485 还是3411 还是395都一样 对不对 也是在低档的时候 大家很极度的悲观 很极度的绝望 很极度的恐惧 然后才会杀出那些低点 那高点也是一样 那我现在请问各位 这个市场 现在虽然在10600点 现在大部分的散户 有没有陷入那种 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绪 集体的很疯狂的 想要去买股票 想要认为会马上好 想要去拼15000点 20000点的那种境界 那种状态 我跟各位说 根本就还没有 对不对 而且有数字可以证明 为什么 因为现在虽然是在10600点 可是上市贵的融资余额 是2478亿 各位想一想 上一次会崩 当值的融资余额 上市贵加起来是5568亿 对不对 那现在是2478亿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从现在开始 到上一波的融资的高峰 还有3070亿的空间 这表示融资余额 有这么大的成长空间 那这意味着整个市场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陷入那种 极度的想要追价 极度的乐观 极度的贪婪 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状态 那如果你看得这么样的清楚 我问各位 你敢不敢做多 基本上不是只是 能够拿数字来证明 我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盘 在10600点 对不对 当年从9859点跌下来 上市上柜的融资水位 是5568亿 现在在这个地方 大家怕崩 大家怕抗头 是不是 可是现在呢 整体市场的融资水位 只有2478亿 所以这表示融资 还有3000多亿成长的空间 对不对 而且你们再看下去 来看这里 证券划拨户的余额创新稿 为什么 因为大家股票买买 股票沾沾 这些钱呢 回到证券划拨户的余额 所以这也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融资 长期处在低水位的变化上 那如果在将来 这一些融资户呢 或者这些散户 慢慢的回溶 我问各位 当这个融资 再进一步的往上推推推 推到4000亿 推到5000亿的过程 我跟大家讲 这个盘 它就涨到电视机外面了 对不对 而到那个时候 才会是大家呢 应该要担心 应该要烦恼的时候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还会持续做多 而且我明天 就要再带会员 下去买股票 下个阶段回来 针对这个大盘 还有呢 针对我所看好的股票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很多投资朋友 每天心里在想的是 自己手上的股票 等一下呢 会不会拉上去 明天呢 会不会涨停满 对不对 那你们知不知道 王良心里在想什么 王良心里在想的是哦 如果我现在持续的做多 将来这个盘呢 涨到12682 突破12682 还有更高点的时候 我的会员 到时候呢 能够赚多少钱 那才是呢 我想要替他们 感到高兴的事情 各位知道吗 不是这每一天的 行情的震荡 我跟他说 你都要把他放在心上 有的时候股票跌下来 只要是一个大多多的行情 你根本呢 就不用怕 反而还应该要再下去买 各位想一想 上个礼拜 行情有震荡 对不对 上个礼拜 你们都看到 融创拉肥 结果在今天 融创较最大 半年赚的涨到44块 你们都看到宣德拉回 可是在今天呢 就算被分盘交易 一样拉到平板以上 对不对 这一波针对融创 我娘是在 第一档带会员布局 那涨多之后的回档 整理整理之后 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那包括像 你们再看下去 不只是融创 包括像这个宣德 拉回到前波盘整区的高点 就构成了支撑 所以我认为在将来呢 也有创新高的机会 那么再来 我跟大家说 这个盘 每一次在震荡压回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情绪 都特别的紧张 为什么 因为担心啊 担心这个盘 会不会崩啊 对不对 那担心这个盘 会不会走空啊 我告诉各位 我先问你们 过去的30年 真正的空头 真正的崩盘 真正的反转 它发生过几次 你知道吗 如果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你们应该 有这个数字 对不对 应该呢 有这个答案 可是我告诉各位 绝大多数的人 没有数字 一定讲不出来 不但没有数字哦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 会担心是因为 10年前的阴影 还困扰着你们 对不对 9859点 跌到3955点的阴影 还困扰着大家 对不对 让大家呢 现在只要看到股票 就有一种 被蛇咬过的感觉 结果你发现 股票一直在创新高 我跟大家说 过去的30年 所谓的反转 所谓的走空 所谓的这一个 崩盘的几率哦 真的大崩盘的几率哦 比你开车 车子被A到 还要来的低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它总共只有发生过 四次 真的只有发生过四次 哪四次 我跟你说 一次呢 是在12682 一次呢 是在10256 一次呢 是在10393 那还有一次 那你们印象最深的 就这一次 9859点 到多少 到这一个3955点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所谓的一个 崩盘发生的次数 过去的30年 只出现过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坦白讲 这不是你每天 要去担心的事情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出现的几率 实在太低了 不是这样子吗 结果大家每天都在担心 结果你越担心 我跟各位说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呢 大家都想要逃避 逃避这一个 这个风险 对不对 可是你越想要 逃避这个风险 我认为在将来 要承担的风险越大 为什么 因为股票渐渐的 你会发现 它越来越贵啊 现在国具300多块 谁想得到 一下子 以前是万年低价股 现在300多块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大力光 这一波涨到5000多 也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的发展 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绝对是让大家想象不到 所以你根本不要去想 你只要顺应当下的一个趋势 你只要了解 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只要知道 现在的散户 到底是已经陷入了那种 集体歇斯底里 想要买股票的状态 还是呢 根本就怎样 根本就在担心 根本就像金公之鸟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问你 借担要怎么办啊 是不是 所以我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我不管做什么 我都是放开来做 就像你们看到 达麦这一波创新高 那当初 要去靠股票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电话拿起来接接卡 我明天也打算这么做 我后天也打算这么做 但我只开放10个名额 我电话也卡不完 是不是 可是每一个接到完颜的电话 下去买达麦的人 在今天 前几天达麦还有拉回 可是在今天达麦涨停满 创新高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 看这个盘 这一天跌153点 我娘绝对没有避重就轻 我娘一定告诉你 我还要再买 而且我认为这个盘还会大涨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 它短线的震荡 我娘要的是什么 我娘观察的是整个市场 它目前的状态 不是去在乎这个大盘指数 现在大盘指数在10600点 大家觉得它贵 我跟大家说 贵的股票 有 只有两只 一只叫做台积电 一只叫做大力光 这两只买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股票 在我人眼里都好便宜 对不对 那你们想一想 2007年在9859点的时候 上市贵的融资额是5568亿 现在是2478亿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指数 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做多 我们在什么时候一直买股票 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去思考 其实这个盘 它的融资水位 从现在开始还要很大的空间 现在散户还没有陷入 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 你有没有曾经陷入过这个状态 大家心里面很清楚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我很了解 每一个人都觉得 自己是最客观的 自己是最冷静的 自己呢 是最清楚风险的 对不对 可是我跟大家说 越想要去逃避风险 其实你在将来 反而要承受的是越大的风险 所以我娘 其实会很积极的 在这个地方做多 就好像 你们看到玉邦 今天涨停满 我问你 今天有很多老师 可能会让玉邦拿出来赚 是不是 那你看到股票涨停满之前 今天是52块4 这支股票 也是电话 拿起来卡 这一根是不是起涨的第一根 11月24号 11月24号那一天 我俩还在节目当中 敲锣打鼓 跟大家说 我那天呢 带会员去买玉邦 对不对 那一天11月24号 还在节目中告诉你 华硕集团 全新的被动元件概念股 每一个理由都跟大家说 当时在买股票 当天股票涨停满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隔一天 股票呢 没有涨 重点在接下来呢 股票出现了震荡 可是再来呢 上个礼拜五涨停满 再来呢 今天股票呢 又涨停满锁起来 那为什么 我们的玉邦能够赚钱 我跟各位说 理由很简单 不管他今天有没有涨停满 我们都能够赚钱 因为我买的是起涨的第一根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根 而且买完之后呢 来到45 来到47 然后他压回 然后呢 他在上个礼拜五涨停满 然后在今天呢 他又涨停满 所以你们看到达麦 今天涨停满 玉邦今天涨停满 我来花了很多时间 来跟大家谈 谈什么 谈这个大盘 谈这个大盘 他其实是有空间的 只是很多人呢 还不知不觉 对不对 很多人呢 还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 根本不知道 其实整个行情 他早就已经进入了 另外一个全新的境界 可是我来很清楚 不管大家现在心里面 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都想要赚钱 对不对 你都希望 能够有人来通知你 我来亲自打电话通知的股票 有一支 我跟大家说 到今天也都还没有卖 叫做加金 你一定要听我讲 是不是 加金到今天 也照相本你赚的 从24块涨到36块创新稿 所以如果你希望 王娘能够通知你买股票 我开放10个名额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能够把电话拨通 前10名 下一档股票 王娘会优先打电话 通知你们操作 如果你想要 请立刻行动 只有祝大家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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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子录